又站了一会儿,叶子转过身,朝着西城区走去 打算去野猫酒馆喝一杯,然后考虑一下上脑炼击 不过,他还没有走到西城区,就接到了月清秋的呼唤 公子公子,你在哪里啊 说句实在话,如果不是有什么必须要打听的问题的话 叶子一般不想跟月清秋联系 原因无他,只因为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八卦了 这大概是叶子见过的最八卦的男人没有之一 就连自己这个女人都对他的八卦程度叹为观止 就算他是出卖消息的吧 可是为什么一些各个大陆名人的绯闻他也能知道得清清楚楚 这让叶子不得不怀疑这个家伙在卖给各个玩家想要知道的游戏信息之外 也会向论坛的八卦板块贩卖各种消息 这也就是为什么月清秋一主动联系他,他就有一点头皮发麻的感觉 月清秋喊得过瘾,可是叶子却干脆装死,假装听不见 公子公子,你别装作听不见了,我知道你在 你现在再屏蔽我就有点来不及了 月清秋虽然八卦,但是布什维非常了解叶子这个人 他呼唤了几声,见叶子不答应 便直接戳穿了叶子不搭理他的真面目 叶子皱着皱眉头,忍不住叹气 他可真是脸皮不够厚 做不到像是月清秋这种弃而不舍的骚扰外加纠缠 在月清秋嚎叫了足有五分钟之后 叶子实在是无胜重负,百般不情愿地戒通了他的蜜语 你既然知道我在装作听不见,用不用这么厚着脸皮来找我 你就不能顺着表演一下我不在你便放弃了的戏码吗 其实我很愿意这样,可是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还是联系你一下比较好 月清秋的语气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什么是,是关于盛世的事情吗 叶子听到月清秋这么说 立刻就联想到前几天跟月清秋说过 只要有盛世的消息就让他联系自己 而现在听月清秋这个口气,莫不是盛世又有了什么小动作 盛世 月清秋听到叶子这么问,微微一愣 然后连忙摇头 不是不是 随后他又顿了一下,叹了一口气 我说呀公子悠,我的公子大神 你的脑子里难道从来都是那种跟别的公会勾心斗角打打杀杀的事情吗 你就不会想一点别的事情 叶子听着月清秋的叹息 扯扯嘴角淡淡地说 有啊,我还有想别的事情 什么事 我一般都在想,任务啊,或者从什么地方会弄到比较好的装备 这可是叶子由衷的想法 要知道,对于一个三生三世的黑手党来说 没有什么比能摸出好装备更让他觉得兴奋的事情了 也没有什么比这种事情更让他耿耿于怀的了 月清秋那边沉默了片刻 很显然,他被叶子的话给塞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过了片刻,他才叹息着 啊,你难道就不能拥有一点点属于女人的正常的情怀吗 叶子的脸僵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点都不愿意接通月清秋的通话的原因了 谁见过如此八卦的男人 他用力地扯了扯嘴角 声音里满满的都是阴侧侧的味道 月清秋,说人话 本来呢,月清秋还有一大段的抒情要跟叶子说 可是听到叶子这么决绝的话 他就只好默默地摸了摸鼻子 将那些废话都收了起来 如果换一个人的话 月清秋一定是不管对方的感受 自己要受个痛快的 可是,如果面对的这个人 叶子的话 月清秋最终只能选择沉默 虽然这个女人年纪不大 可是月清秋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看见她 或者和她说话的时候 她总是会不知不觉地爱她一头一样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霸气侧漏 啊,有个人要见你 月清秋叹了一口气 正是的 公子又绝对是一个披着女人皮的汉子 真的,绝对是这样 谁,清风 叶子眯了眯眼睛 月清秋那一边 又沉默了片刻之后 才缓缓地说道 公子 如果流年大神知道 你心心念念想的都是别的男人 张口闭口都是别的男人 而且还是一个已婚男人的话 他会不会有什么不妥当的行为 这回便轮到叶子沉默了 他漫头黑线地听完月清秋的话 真心有一种想要了断他的冲动 让他不要这样再危害人间 过了一会之后 他才说道 关你屁事 他就说吧 公子又绝对是一个披着女人皮的汉子 绝对的,准的 月清秋 如果不是我还想让你帮着我找着盛事 你知道不知道 我很想现在就将你从我的好友列表里删除 并且把你一辈子都屏蔽掉 叶子有些不耐烦了 我再说一次 说人话 你知道的 好事不过三 月清秋再一次默默地摸了摸鼻子 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到底是怎么和公子又这个女人拉上关系的 真是的 要是可以的话 他也不想跟他有这么密切的联系好不好 压力很大的 有一个叫做白色童话的人想见你 给了我一大笔钱,让我牵线搭桥找到你 月清秋终于不再说废话 直接告诉了叶子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显然他是知道一些情况的 可是他不愿意说得太过清楚 毕竟有些事情就算关系够好 直接说出来还是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他只能点到为止 可是叶子绝对没有理解到月清秋这样的好心 因为 白色童话是谁 叶子愣了一下,觉得十分奇怪 这个人好像不是盛世的名人吧 找自己干嘛 月清秋已经从椅子上摔到地上去了 在那边弄出了很大的动静 好一会儿才从地上又爬了起来 捂着老腰痴疼不已地回答 哎呀,公子又 你不认识这个人 叶子仔细地在脑海里又搜索了一遍 确实不记得有这么一号人物 于是他有些迷惑得到 实力排行榜上有这么一号人物 还是哪个技术不错的家伙 月清秋忽然觉得叶子有点可怜 连情敌都找上门来了 他还一无所知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有一种叫做两肋插刀的情感 宠斩在胸膀 他决定要将这中间的利害关系 一十一二十二地跟叶子说清楚 绝对不能让他吃了亏 都不是 月清秋的声音有些深沉 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这个人说起来 这个人说起来 还跟你有莫大的关系 哦 是吗 叶子这个时候已经走进了拍卖行 正在翻看拍卖行里的拍卖道具 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跟他有莫大的关系 他一边看着那些道具 一边脑子里呼啦啦地想着 什么莫大的关系 按照月清秋的八卦程度 他说的这个莫大的关系 显然不可能跟他认为的莫大关系 是等同的 他也无法用自己这种 不善于八卦的思维 去理解八卦极品男人的思维 所以只好顺着月清秋的话 闲闲地回答 反正按照月清秋的性格 一定会跟他说得清清楚楚 那么他又何必心心念念地追问呢 你怎么能不相信呢 月清秋听着叶茨那心不在焉的语气 显得有些恨铁不成钢 这可是个女人 是个极为漂亮的女人 至少比你长得可漂亮多了 叶茨连眉毛都眉弹一下 我的长相充其量就是个普通 这个世界上比我长得漂亮的女人 用手榴弹一炸炸死一片 这个一点都不稀奇 你不用专门提出来说了 月清秋看到自己如此暗示对方 对方也没有想到 实在是想扒开叶茨的脑袋看看 她是不是真的长了一颗汉子的大脑 如果是女人 一般说到这里的话 早就应该意识到有一些危机感了吧 她可是流年的同学 而且是很多年的同学 很相配的那种同学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直接说了出来 流年的同学 叶茨抬起头来 看了看拍卖行上面 不断滚过的已售出的物品的名单 想了想 好像 好像她是认识过这样一个人 不过 是在什么时候认识来着 她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想了一会 叶茨摇了摇头 这种无关紧要的人 她向来是不会留下印象的 也难怪刚才月清秋提出来的时候 她居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这个人是谁 她点点头 哦 我想起来了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人 怎么了 月清秋觉得 自己和叶茨讲话好累 她还真是宽心 面对这么一个具有威胁力的群敌 居然根本就没有一点放在心上 她要见你 她来见我干什么 叶茨觉得莫名其妙 我和她似乎只有一面之缘 为什么要见我 呃 月清秋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 只能沉默对待 不见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跟这些莫名其妙 又无关紧要的人见面 如果是清风或者花商的话 倒是可以见一见 看了一圈拍卖行 并没有发现自己需要的东西 就干脆关上了拍卖行的页面 准备去西城区的商店 补解一下 出去练集了 毕竟那个卓谷圣山 可是她现在 最想要去的地方了 你不见 月清秋的声音 陡然提高了八度 你知不知道 她一直都很喜欢流年 明恋暗恋了十三年了 现在人家要见你 你居然不见 叶茨捂出了一口气 她真是觉得 自己跟月清秋 在这种事情上 是说不清楚的 那是她和流年之间的事情 与我何干 我为什么要见她 我又不是公园里的大熊猫 你也不是动物园的售票员 无论是谁 在你那里买张票 我不管愿不愿意 都得出来见一面 我还有事 挂了 说吧 不管月清秋在那边 是不是跳脚 直接就挂断了她的蜜语 从拍卖行的座位上站了起来 朝着西城区的商业街走去 月清秋在另一边 听着被挂断的声音 几乎抓狂 她拉着自己的一个员工 带着一种几乎崩溃的声音 说道 你说那个女人 是不是小木不可刁言 你说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 她是不是情商为零的蠢蛋呢 她是不是被人散了 也活该呀 被月清秋抓住狂晃的员工 被她摇得头昏脑胀 刚才 她就坐在月清秋的附近 月清秋和公子优的对话 她虽然没有全篇听完 但是听得也把酒不离时 她可不敢随便地评价公子优 当然更加不敢评价老板的话 只能语气温和地安慰着月清秋 叶茨修理了一下身上的装备 又补解了一下便准备出城了 可是刚刚走到了门口的时候 她便被一个人叫住了 公子优 叶茨停下了脚步 四处看了看 在城门边上 看见了一个穿着华丽套装的女牧师 她有着极为漂亮的容颜 还拥有着若柳浮风的腰肢 以及那温柔如水般的声音 现在她就站在距离自己不远的地方 在她叫住自己的时候 叶茨看见她伸出了手 轻轻地拨动了一下脸旁边的发丝 整个动作柔美得 好像是广告里才有的精致画面 叶茨扬了扬眉嘛 如果她的记性不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白色童话 虽然她从来都不曾记住过这个人 但是经过刚才月清秋那个八卦男人的提醒 她还是想起来一些 这果然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什么事 虽然很想即刻就离开 可是这样似乎不太有礼貌 所以叶茨淡淡地回应着她 我想我们应该找个地方好好地谈一谈 白色童话的声音依然是那么温柔 可是不难听得出来 在语气里她对叶茨的敌意 谈什么 叶茨一点都不觉得 自己跟这个女人有什么可谈的 装备 技术 副本 还是PVP 如果是这些的话 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个不错的牧师 除此之外 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可以谈的 叶茨的拒绝 让白色童话的眉头皱了起来 她虽然原来就觉得 自己不喜欢这个女人 现在她确认 自己更加讨厌这个女人了 不过美女生起气来 那也是生气的美女 更何况白色童话这样 温柔如水的女人 就算对于叶茨有着不太好的印象 但是说话的声音依然温柔好听 这些我们当然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可是如果是流年的话 我想我们还是有共同话题的 叶茨扬脸扬眉毛 望着说话温柔的白色童话 却敏感地觉得 在这件事情上 她有一种隐隐的居傲 那是一种居高零下 旁若无人的居傲 她想起刚才月清秋跟她说过 这个女人明恋暗恋流年十三年 不禁有些好笑 她是哪里来的这样的巨傲 是哪里来的这样的自信 难道她以为她暗恋流年十三年 就可以成为找自己说这些废话的原因吗 不 当然不行 哪怕这个女人认为可以 她也认为不行 于是叶茨笑了起来 我想那就更加没有共同话题了 听到叶茨这么说 白色童话的眉毛微微一照 她微微愣了一下 然后说道 为什么 我不觉得 我的男朋友身上 有什么共同话题 可以和别的女人一起讨论 叶茨扬着眉毛笑了笑 这不是很明显的答案吗 你 白色童话听到这句话 顿时所有的心脾气和 都荡然无存 这是她听过的 最可恨的话了 叶茨从来都不是一个 太会顾起别人情绪的人 对于白色童话这种 她从来就没有放在心上的人 更是如此 她冲着她摇了摇手 就继续朝着城门外面走去 神情淡漠的 就好像刚才碰见的 不过是一个普通玩家一样 对于白色童话